的确现在在防疫的三级警戒 大家都在努力做好防疫 但没想到却传出有官员群聚 而且还是在拼东顶级Villa餐厅的群聚争议事件 现在是波及到了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陈正文 就算他火速请辞 想要平息风波 但外界也在猜现在县府稽查进度 也倍感压力受阻 对此县府是严正驳斥 还说是因为餐厅里没有监视器 才需要花时间来比对 目前已经举发了15人 另外就连餐厅业者也坦诚 他们的确违规 因此县府也立刻开出6万元的罚单 屏东县政府误望误众 顶级Villa违规群聚争议越演越烈 屏东县府也再次严正表达坚定执法立场 以第一法办理 就是这几张违规群聚照片引起轩然大波 其中这张照片内坐在餐桌左侧的男子 还疑似是前行政院南部中心执行长陈正文 尽管当事人承认当天确实跟家人前往住宿 但高分被澄清并未违规群聚 事后也火速请辞 只是外界人质疑 县府稽查进度是否有压力而受阻 没有所谓的施压 也没有所谓的阻挡 博士外界揣测 县府强调事发隔天接获检举 15号上午立刻前往Vila击查 眼看业者只提供订房名单 经过强力催促 16号下午顺利取得住宿名单 但由于Vila餐厅分为一二楼 又没监视器 这才需要花时间比对厘清 据了解目前调查进度 县府已举发15人 至于一度食口否认有开放餐厅 并出借的Vila业者 如今也改口坦承 确实有违规情形 依照规定 县府对Vila业者开罚6万元 尽管业者诚挚道歉 但本次违规风波已造成纷扰 如今陈正文请辞黯然下台 但主管机关证据尚未搜集完成 这起违规群聚风波 一时恐怕人难以平息 谢谢苏织伟片报导